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莎拉养花 最近看到LOS上架了一批花叶万年青 但是好像刚上架就开始打折了 它原价是$24.99,现在打折是$12 植株的整体情况看上去还是挺好的,没有发现有任何的问题 我在猜想是不是这次来货太多了 因为大概看了一下最少有50盆以上的花叶万年青在这里 花叶万年青是属于观赏性比较高的赏业植物 也是非常适合客厅的大叶绿植 在客厅摆放一盆花叶万年青可以瞬间提升整个客厅的亮度 显得客厅更加的有活力 成年后的花叶万年青一般高度可以到达3米 但是室内栽种由于条件的限制 植株的高度一般会到达1米5左右 一般打折的这些植物和花卉 我们还是要认真地检查一下 它的植株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一下它的叶片有没有晒伤或者冻伤 植株有没有病变 这些叶片的柔韧度还是挺好的 植株的整体也都还算比较健康 这个花叶万年青是非常不耐强光的 一定要避免强光直射 那我在这里发现这植株上有那么一两片的叶子 发生了灼伤的情况 可能有些花有会好奇冬天也会灼伤吗 其实冬天因为室外的温度比较低 会让大家误以为光照不会很强烈 那如果植株长时间放在窗边 就很容易被太阳灼伤叶片 我刚开花的株顶红就是因为在窗边晒了两三个小时的太阳 还是早上的太阳就直接就晒蔫了 所以呢对于一些不耐强光的植物呢 我们最好还是给它选择有散射光就好了 最好避免强光直射 花叶万年青呢它还有一个别名叫亚藤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或者宠物的家庭呢 在选择绿植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留意了 因为它的叶片呢对于猫和狗还有人来说呢都是有毒的 如果误食或者咀嚼了它的叶片呢可能会导致舌头和喉咙的肿胀 可能暂时无法说话 比较严重的呢可能还会导致窒息的情况发生 那它的叶片呢还是非常美的 在逆光的情况下呢非常的晶莹剔透 它的透光性呢也很强 那日常的养护过程中触摸呀接触呢都是非常安全的 它比较喜欢湿润的环境 但是呢特别的怕积水 尤其在冬季呢积水很容易发生烂根 今天呢我们就先聊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大家 谢谢大家关注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